托育人员对七名不到一岁的婴儿下重手捏脸 甚至还打嘴巴 是孩子在送托的时候表现很惊恐 才让家长惊觉到异样向社会局检举 调用了监视器才发现两名托育人员的恶劣行径 目前两个人因违反而造法 各自被开罚了12万元 托育中心也将停业三个月 托育中心人员跟家长谈话 神色宁众见媒体上门立刻闪避躲进门 高雄这间托育中心外观华丽 今年初才刚成立 却爆出托育人员对才一岁的幼儿动手施暴 有家长在PTT上po文 小孩在托育后常常情绪不稳 时好时坏 每次送托都比怕怕的动作不想去 身上出现不明伤痕 后来调监视器发现孩子被施暴 包含重推打身体 头下脚上爆发还打脸颊 托育人员粗暴行径 看得家长胆战心惊 10月5号有一位孩子 就是他拒绝上学 家长就觉得很可疑 所以有通报警 社会局调查 实名幼儿中有七位 被两名托育人员捏脸打嘴巴 是家长发现孩子不对劲 托育中心内的恐怖虐童行径才曝光 社会局28号晚间公布 高雄凤山这间托育中心 11月1号起停办三个月 两名托育人员受法 第49及97条各法12万元 事发后两名托育人员已经离职 但幼教机构竟着来对 难应下重手的人带小孩 家长人心惶惶 恐怕已经影响招生 九红夫人高雄报道